将一排风扇围成一个圆 位于中间位置的火源徐徐燃烧 随着风扇启动 一道震撼无比的火焰龙卷随之诞生 那你知道这种火焰龙卷风 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吗 在生活中 其实人们更多听到的还是普通龙卷风 这是一种局地尺度的剧烈天气现象 它的风速通常在30到130米每秒 尤其是在雷暴天气下 是龙卷风最适合诞生的理想环境 它所到之处 能将物体全部吹向空中 拥有极强的破坏力 而除了普通的龙卷风以外 水龙卷 陈龙卷 甚至火龙卷都是它的衍生物 这种夹杂着火焰的龙卷风 在野外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尤其是在灌木林 山林或森林中 火龙卷所到之处 能将物体焚烧殆尽 而且巨大的风力还会产生更强的破坏 不过想要产生火龙卷风 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当强烈的热量和涌动的风流结合在一起时 形成旋转的空气涡流 而这些空气涡流能收紧 形成类似的龙卷风结构 这其中会夹杂着各种燃烧的残骸 以及一人气体 而实验者用风扇自制的小型火龙卷 所以看似体积小巧 但破坏力同样不如小觑